叙利亚反对派全国委员会呼吁在星期四举行总罢工 抗议政府在中部霍姆斯地区的野蛮镇压 人权活动人士说 安全部队一个星期以来在霍姆斯发动了一系列突袭 造成数十人死亡 人权活动人士说 自从叙利亚政府上星期同意阿拉伯联盟 有关结束暴力的一项方案以来 安全部队打死了110多人 按照这项协议 大马士革承诺从街头撤回安全部队 并开始与反对派谈判 阿拉伯联盟星期六将讨论 对叙利亚违反有关停止野蛮镇压 持不同证件人士的承诺 可能做出的反应